接着带您来看到这起有爱心的车祸事故 30号清晨台东市一名骑车要去卖菜的阿嬷 从巷子右转出来时没有注意到主干道的来车 辆车发生了碰撞 阿嬷的锁骨断裂 手脚也到处擦伤 但坚持不愿就医 只担心没有去卖菜 生活该怎么办 索性旁的早餐店和热心的外送店员协助卖菜 才让他甘愿去医院接受治疗 台东市区这家早餐店 除了卖热腾腾的中式餐店外 门口角落还摆起小菜摊 吸引不少婆婆妈妈来挑选 这个是匣子品啦 你买的话 你这个一个20块 那个这包就直接20给你 我剩下的钱我补 难不成早餐店也发展多角化经营吗 其实顾摊的是一名外送员 就在30号一早 他在早餐店外等候取餐 募集一场惊险车祸 机车和修旅车停在路中央 骑士就坐在地板上不愿意就医 原来他身旁这一大袋东西 就是要去市场摆摊的菜 而这一桩菜卖不成了 事发在台东市长沙街路口 当时号制只有闪黄灯和红灯 准备出门卖菜的张姓骑士 从巷子骑出来时 没有注意药理让主干道 不小心发生车祸 第一时间阿嬷不顾自己锁骨断裂 手脚也严重擦挫伤 一心直想着菜没卖掉 生活该怎么办 索性早餐店业者和外送员 立刻上前帮忙 把菜摆在店门口带卖 这样才让阿嬷安心去医院治疗 而不少爱心民众也呼朋一半 一起帮忙认购 把菜顺利卖完 这里下集会台东市报道